三槍啦 就是三槍嘛 還是一隻母的好賺 深夜洞保人員出動 手中的鐵龍類 還發出微弱的聲音 因為一名乙似 剛出生沒多久的山江 惡闖了內湖康陵路豪宅區 所以在衝突看看 是什麼動物 應該是鹿吧 應該是鹿類的 不是應該是 剛出生的鹿類 對 這小的 它那個狀況好像不是很好 對 它是緊張 深夜十一點多 這隻山江就從鐵欄杆縫隙 鑽進了社區裡頭出沒 找不到媽媽更找不著食物 民眾住了二十幾年 還直呼真的是 頭一次經見這補速之客 好可愛 你們要怎麼樣 把它怎麼樣 我們就會送回我們的狗狗手裡面 然後呢 他說會請我們送去檢查 好 然後再送到狗狗園嗎 對 我們請他們看 看他們是怎樣 它是個小的槍對不對 沒有母親怎麼行 好可愛 東保處人員已經將這隻 受到驚嚇的動物 再回安置 等待獸醫平估 可憐的山江 因為餓了太久 已經沒有力氣了 附近住戶也希望 這意外的社區訪客 在到東保處後 能平安別再誤闖迷路了 這侯宇翔台北報導